會倒數計時 連日隔空放話的中國終於按耐不住 中國福建海事局五號上午對外公布 今日起將在臺海中北部聯合巡航 並派出海事局旗下海巡零六輪 帳面上掛名救助船 但實際上可提供中小型直升機起降 這艘海巡零六輪排水量六千六百噸 航行速度最快可達二十三節 二零二一年下水後 去年首次在福建沿海巡航 中央官媒號稱 這是臺灣海峽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 但根據我國國防部發布的最新消息 過去二十四小時一共徵獲 包括運巴反潛機在內的十四架供機 其中兩架還進了西南空域 共艦也有三艘在臺海周邊活動 對此國防部回應 對海情空情都有綿密掌握 相較於去年 佩洛西訪台時飛彈戰機全出動 這次中共官宣規模 目前雖僅止於巡航 不過總統出訪至今 共軍早已小動作不斷 日前華爾街日報就曾預測 中國將透過軍演間接警告 我國外交行程如今終於出手 就怕後續還有更多動作 《三里新聞》還宣布倒 Marxredож知道 全接警告 九州 全接警告 翻 全部 Dieu 羅 目前 綿